昨天晚上,杭州人讨论度最高的,应该就是第十八届亚运会的闭幕式了吧,在以向往为主题的杭州时间文艺演出中,大家一定还记得那个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一起,作为杭州杰出市民代表出现的杭州女孩吧,之后,她还与杭州集市界著名运动员孙杨,表演嘉宾一样千禧一起,共同发出盛情。 2022杭州欢迎您的到来,在几名巨星的身边,这个小女孩的自信,笑容却毫不逊色,这位姑娘,就是来自采贺一小的五年级女生杰子萱。 紫萱的班主任刘老师今晚也很激动,在电视前看完闭幕式的她,内心还久久不能平静。 刘老师从一年级开始,就是紫萱的老师,看着她一路从青涩到现在的落落大方。 刘老师说,紫萱是江甘区的健康形象大使,同时还是采贺一小的少先队大队长。 今年上半年还获得了江甘区的火炬银奖少先队员,各项综合实力都十分优秀。 她已曾在第二零杭州欢会上参与歌唱表演,有多年的声乐基础。 成绩上也是非常有益的,每年都会获得学校的新和美少年。 刘老师认为,紫萱能参加这样的舞台,说明她付出的努力,一定比常人更多。 这份自信也是在不断的锻炼,培养中积累出来的。 让我们一起为这位了不起的杭州姑娘吧,都是快报记者张雨露,通讯员钱军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